驚喜棠可敬 B M E P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醫師好辣 介紹兩位校正美女好辣醫師團 有些疾病有理說不清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哪些狀況讓人難以解釋 生病生得好委屈 好辣軍團們 是否也曾因此被誤解呢 直彎小護理是李懿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懿 跟大家分享 看到一個很好笑的新聞 就是有一個男生 然後他要跟女朋友 發生性關係的 然後他想說 我要做安全性行為 然後非常好的觀念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不會帶怎麼辦 於是他就買了非常多個保險 他要回家自己練習帶這樣子 就說我不應該比動作 就自己練習 就自己練習 然後就把練習過 就丟到垃圾桶 結果被女朋友發現了 女朋友就說 你怎麼可能自己練習 你一定是跟別人練習對不對 因為是又大吵一架 然後被女朋友懷疑 然後那男生就很委屈 想說我明明什麼都沒有做 我想好好練習 做個安全信息 我也不行 就很衰 其實不會 你看到上面沒有留下什麼 但女生應該不會 對啊 不會 因為有什麼 搞不好 搞不好他帶了就真的用 還能控制 對 就關在一起 好啦 由你說不清 這些狀況我也不願意 來 讓我們看看今天討論 好 病照出現在這位置 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是的 有一個小兒科的同事 就碰過一個個案 她是一個學齡前的小朋友 然後就被家長帶來掛機的 家長進來的時候氣呼呼的 為什麼 她說小孩子看起來不對 哪裡不對呢 就是活動力也不好 然後吃得也不好 最重要的媽媽發現 她背部有很多的皮下淤血 像這樣 她說這個一定是保母打她 所以她就來醫院 就說要醫生開診斷書 她去告那個保母 就來醫生一看 小朋友確實是活動力不太好 再問一問 胃口也不太好 其實也一段一兩天 就一兩有發燒 醫生想說可能 說不定真的是兒女 小朋友發燒感冒 比較不好帶 保母如果說什麼不太耐煩的 就打 好吧 不管怎麼樣 因為精神不好就先收住院 結果後來保母來了之後 大家在病房 一看了之後保母說 說這個 她說小朋友就是前幾天 看起來有點感冒不舒服 我會刮痂 所以想想 這個保母是幫小朋友 他說我還特別輕輕地幫她刮 後來想看看之後 出現的這個位置 基本上是對稱的 在看她這個皮膚的一些皮下淤血 確實也像外力造成的 在問一些保母的狀況 大概真的是幫她刮痂 所以這個誤會就解開了 要不然大家還真的想說 會不會是被打 因為打不會那麼整齊 殺生兩條線 對 有時候後面刮得像一個是非的飛 對 對啊 所以有時候長在一些比較 私密地方的一些病灶 就是 第一個病患會不敢就醫 不敢就醫會拖延 然後另外一個呢 有時候就會引起誤會 那我一個20初頭歲的一個女孩子 她來的時候就扭扭捏捏 然後就是進來就是要講不講 她很害羞這樣 然後後來就說 那你到底想看什麼問題 然後她就說 我有長東西 那我長東西 長東西這樣看著你 那你大概就知道說 好 那我請護理人員幫你好了 我本來以為就是說 可能是比較下腹部或怎麼樣 結果後來進去 那個護理人員就 我就聽到護理人員在簾子裡面 就輕輕地叫了一個很小的聲音 可能是有一點被她嚇到 然後後來我進去看才發現就是說 原來在她左側的乳頭上面 長了一個像乒乓球一個東西 這麼大一個 上面像乒乓球 那邊晃來晃去 然後那上面還有一點 齊驅不平這樣子 很大顆 對 那我們就會想說 奇怪 你為什麼會這麼久才要來就醫這樣子 她從小開始就長到一點小小的 那一點小小的時候 她其實不以為一 那直到後來她交了男朋友之後 總之就是像前面那個什麼練習那些過程 總之無論如何 她剛好要比較親密行為的時候 就發現她這裡長了這一個東西 那男朋友就開始懷疑她 是不是前面有過什麼行為 怎麼會長一個很像那個 因為不懂的人 會看那上面坑坑巴巴 會想說會不會跟菜花什麼有關 就說你在乳頭 是不是有一些很奇怪的那種性病 那實際上這個東西 它只是一個 表皮真身的一個心肉 那女孩子包括腋下 包括乳頭 有時候會長 那因為你胸罩這邊一直摩擦 一直摩擦 一路摩擦之後 有時候她就長得比較快 其實她在長小小的時候 她就來把它弄掉就好 她長到那麼大的一個東西 在那邊後來後來 誰看了都會覺得 她是不是得什麼怪病 後來其實是一個五分鐘的 一個小手術就好了 而且那個乳頭形狀也不會破壞 但是這個東西導致他們中間那個 後來甚至回診的時候 我還要她請她說 那你就把你男朋友帶來 我一起跟她解釋 你這個不是生什麼病 我把病禮包要跟她講 這只是一個表皮的一個摩擦而已 所以有時候一些小小的地方 在比較尷尬的位置 其實 其實你也比較不會 遇到很重要的時刻的時候 就大家都冷掉了 然後就開始吵架了這樣 可是長得像乒乓球 是有點太大了 這個有點太大了 你穿衣服也不舒服 對啊 而且內衣會一邊 會卡住吧 會卡住 她要看還是因為 她男朋友覺得大姐 要是都沒有交男朋友 她就不會掉 太大 我是剛生完第一胎的時候 然後 然後那時候想說 可能是因為剛生完有二路 然後沒有清潔乾淨 所以我洗澡的時候 就會特別清潔 可是就一直沒有改善 那因為才剛新婚 維持形象要有 我也不好意思跟老公講 也不好意思在她面前抓癢 所以我就 就是每次睡覺的時候 躲到每一半裡面拼命抓 然後後來是 大概一個月的時候都沒有改善 然後老公想要新房 然後我都拒絕 她就覺得怪怪的 兩個月過去了 發現燒癢處 長得像走快的東西 然後走路很痛 坐下也很痛 所以每次只要一坐下 我就覺得很可怕 那妳這樣能忍喔 就是很不好意思說 妳就當媽媽了 還有什麼不好意思說 還不說 就是怕老公覺得怎麼會 是不是你沒清潔乾淨 還是你做了什麼事情 不是 妳自己感受比較重要吧 都不舒服啊 管老公幹嘛呢 對啊 可能比較保守 後來什麼情況 後來我就是真的 覺得有腫快了 就擔心會不會是腫瘤 什麼之類的 但就覺得長得失眠處 應該不太可能 可是只好就跟先行 等一下 那妳能拒絕老公一次 怎麼不能拒絕三次 對啊 那妳怎麼辦呢 就是一直拒絕 一直拒絕 那她這樣覺得很奇怪嗎 才覺得妳怪 新婚就讓時拒絕 對 想說是不是在外面滿足了 那不是更怪嗎 還是說妳有情緒很不舒服 因為那時候已經長腫快 其實已經會痛 所以我就也不想讓她碰到 然後後來先打去 我的那個婦產科醫生問 她說因為我是先燒癢器 所以她建議我先去看皮膚科 後來去的時候 皮膚科醫生診斷是 她說可能是因為新手媽媽 然後我自我要求比較高 然後所以身體 心理的因素造成黏液下降 然後就是可能引發毛囊炎 然後加上其實我不能過度清潔 因為過度清潔好像是 加速她耳後 對 這個我們常常教大家 不能過度清潔 因為把對 該有自然的細菌 都殺死了 對 所以後來擦藥 後來其實醫生說裡面就是 他說需要擠開 可是醫生是男生 然後又在我老公面前 我就覺得怪怪的 我就說可以擦藥就好 然後他就說讓他開藥 然後就回去 如果可以的話 請我先生幫我擠 那不是更怪嗎 對啊 這樣就更怪 你這樣就覺得很奇怪 你這樣就很怪 這可以解決的事 老公來幫我擠下 對啊 真的很不好意思 你知道我洗完澡 躺在窗上腳打開 然後他幫我擦完藥 然後看看成熟了可不可以擠 天啊 老公 這更不好意思 還有陰影吧 沒有 那洗完之後就不會拒絕了 我這樣就一擠是正常的 變很開放 那男子要很努力 要為他自己未來導想 情趣 可是有的不會 我講一句 有的老公會不會覺得怪 說這麼久不跟我刑房 你怎麼突然長這些 對 會不會這樣想 對 有老公會這樣想 我是怕他這樣想 但是其實我也都在家裡 但我又怕他想說 是不是我很髒都不洗澡 對 可是沒有 因為你老公不是把人家上班嗎 對 有空檔的老天啊 不是 我說有的 比較心胸狹隘的先生就想 我在上班時你在幹嘛 對不對 怎麼突然長這些東西 所以有時候是先解決比較好一點 是啦 不過我們還是要講 要鼓勵大家跟家屬講 雖然有時候家屬會誤會 那我遇到的個案 也是類似像這樣子 她是一個60多歲的一個阿姨 那那時候來的時候 就是女兒帶她來 有點拎著她來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說 來看什麼問題這樣子 那女兒就搶先她媽媽一步 她說 李醫師 我跟你講 我爸爸已經走了 他在外面亂來 現在得了性病這樣子 不是 你老公說這麼奇怪 通常這種狀況 應該是媽媽拎著女兒來講 對 然後女兒 女兒拎著媽媽來講的 然後她媽媽就說 你不要聽她亂講 你不要聽她亂講 我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講了這樣 我說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媽媽就說她外陰的部分很痛 然後看起來就是長 就是有怪怪的東西這樣子 已經快一個月了 她原本就去外面買藥膏 但是都沒好 實在是太痛了 所以才跟女兒講 沒想到女兒 就給女兒看了之後 女兒反而這樣子講她這樣子 她就說到底是什麼原因 她也不知道 可是她真的沒有在外面亂來 我說沒有關係 那我就幫你做一個內診檢查 看看是什麼東西就知道了 然後一看 在其中半側的那個外陰部 就是有很多小小的潰瘍 那有些潰瘍還融合在一起 變成大的潰瘍 所以應該是很痛很痛 上面都已經那個 傷口都直接看到肉了這樣子 好痛 我就說 你這個應該很痛很痛吧 她說 對 我現在連洗澡碰到水 都會受不了 那個是像灼燒這樣子的一個口感 然後我就跟女兒說 你不要誤會媽媽 其實這個就是皮蛇 然後她就說皮蛇 皮蛇怎麼會長在那個地方 我就說 那媽媽你有沒有糖尿病 她說有 她有糖尿病 那其實控制的不是太理想這樣子 我說那你過去有沒有皮蛇 她說有 其實在三個月左右 三個月之前左右 她有發作 可是是發作在腋下的部分 那個時候有皮蛇 那那個時候也有去看皮膚科 有給她外用的藥膏 擦了之後就好了 我說那大部分的狀況 可能是那個時候有皮蛇 她手有去摳到 那可能手又摳到底下這樣子 就傳染過去 這樣會傳染 會啊 會傳染過去 皮蛇會傳染 皮蛇它破掉的那個 就是小水泡破掉了之後 裡面滿滿都是病毒 所以那個手如果去沾到 其他皮膚的部位 就能感染過去 所以如果它去造一個皮蛇的病人 萬一它那個破掉 傳到它 它也會整 會啊 所以會很小心 我的天啊 對 不傳染 所以就是破掉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們講說 破掉的時候 千萬不要去摳它 不要把它摳破 那我是跟他講說 要避免這種復發的情形的時候 就是要建立好自己的免疫力 因為這個它就是會潛伏在它的皮膚裡面 一旦免疫力差的時候就會發作 所以它的糖尿病一定要控制好 後來它好乖乖聽話 就比較沒有再復發了 這個不會根除嘛 你免疫力差它又起 對 你免疫力好它又下去 現在這個PESWA 這個有疫苗可以打 可是我聽說疫苗不是百分百 對 這會總是可以預防 尤其老人家如果年輕的時候得過 到年紀大的時候 它的那個復發體會會很高 它會減少大概百分之三十 對 但這樣就已經差滿多了 而且會減緩那個疼痛 對 發作的時候 那個規模也會變得比較小 以前那個 我在路百戰百神 下水起來就像蚊子丁 因為水真的有夠髒 可是後來過幾天就慢慢 開始擴散對不對 就慢慢慢慢抓 後來很痛 神經痛很痛 所以我知道皮疹真的很痛 去打了一針 在中山北路打了一針 吃了一個禮拜的藥 才壓下來的 其實皮膚是我們人體第一大器官 在私密處上面皮膚要是發生問題 那真的是蠻大的問題 我還記得前一陣子 有一個二十幾歲年輕人 長得孤瘾 那他進來 然後就哭喪著臉進來 他說 然後我就說 然後他就 開心 那邊 可以 這樣就不願了 真的天地良心冤枉 他不知道他女朋友要跟他分手了 因為覺得他有性病 這時候我就於心不忍了 抱歉 然後就簾子裡面請 然後褲子脫下以後 出現兩個大概 十元硬幣大小 在陰莖上面 有兩個十元硬幣 紅紅的 然後表面有一點白白的 像那個鹽巴結晶這樣子的皮屑 然後我看那個 那個東西其實是 我們乾癬人 全身的皮膚都有可能長乾癬 那它是會痛會癢還是什麼 不會痛 稍微有一點點癢 乾癬其實俗稱金錢癬 所以像硬幣一樣圓圓的 哪裡都有可能長 只是大部分都是長在手肘 或者是腳的外面皮膚 增殖器會長但是比較少見 因為金錢癬不會傳染 那那個是壓力引起的 那就是要規律作息 避免咽酒 刺激性的東西 其實也是類似 像徐麻疹那樣子是 自貧黏疫疾病的一種 他也跟他講 金錢癬好啊 代財啊 要不然什麼叫金錢癬呢 對不對 留著好 對 醫師都能 來 第二個 治療過程超殘酷 醫師喊怨 我不是故意等 這個急診室有很多的一些 侵入性處置 你看這個處置 可以在急診之後 基本上就是說 它局部麻醉就可以完成了 那比方說 這個血氣胸要置放胸管 皮膚上你要切一個洞 然後我們在這個皮膚膏 你的肋骨 跟肋膜腔中間 我們要打一個通道 創造一個通道之後 就把管子放進去 那這個管子就是 它旁邊有很多的小孔 不管是漏氣也好 或者這個出血也好 它就可以從這個小孔 從後面接著一些 這個引流瓶就出來了 那這個看起來是比較細的 那如果你是氣胸 這個或許可以 但是如果你血胸 這麼細就不行 我們就要放到 至少要跟我們的食指這麼粗 甚至有可能要到 大拇指這麼粗 而且放的時候 因為會痛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會把病人的手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 這個手會固定在床上 用一個繃帶 或是膠帶給它黏住 如果車禍是兩側血胸的話 病人就是這樣被綁起來 那就不用綁 手銬就可以了 怎麼辦 我們看古裝劇 我二十年前做過 你被手綁 因為我是自發心氣胸 所以我左右都是擦這個 可是我擦得比這粗 對 而且我記得 它是局部麻醉 我的手不是被綁起來 我是這樣子側身 我是自己 然後在急診室 而且因為打局部麻醉 可是我覺得它打這邊 好像沒有辦法 你到完全沒知覺 是沒有 所以它在切 我都知道它在切 然後它在切 你還可以感覺出來 有一點點痛楚 然後切下刀 然後第二刀 對 它就去剝 然後可能剝不夠 再切 然後再剝 然後最後再把管子擦進去 沒有 手指會先抽進去 對 會先 全部都有感受 而且它的痛楚是 是 它是完全是感覺得到痛的 局部麻醉 它痛就會消失或降低 可是你的觸覺有時候有可能會在 所以醫師在畫刀 你會知道有個刀子在那邊 對 像我們之前有個男生 就相對比較壯一點 他這個小男生 就十七八歲的 壯壯 他也是跟你一樣 他就是 自發性的氣胸 他只要放一邊就好了 放的過程醫師就 就說你不要動 這個醫師就是給他一點 劇部麻醉之後 一切開他就 因為他有觸覺很怕 他就動 一直不要動 你再動我幫你綁得更牢一點 對 我已經在亂動 所以就給他切開 然後幫他去剝離 剝離就是所謂的製造一個隧道 製造一個隧道 做完之後 剛剛我們的陳醫師就講說 要把手指放進去 這個就是我要確定這個隧道 有通到裡面 所以他就剝 剝 剝到你的熱膜 就一打開之後 那個氣球會露出來 你會聽到 你會聽得到聲音的 你會聽到 我要是露氣 對 是真的 然後露氣之後醫生表示 這個通道我做好了 這個管子就可以很順利的放進去 然後放多長就看體 像禮液比較高 有可能放到16 18 20 滿長的 都有可能 因為他就這樣接在一個桶子 所以我那一個禮拜 我不管怎樣 我都要拉這個桶子 然後走來走去 洗澡也是 你只能擦澡或是沖 一定要人家幫你洗 這個要擦一個禮拜 可能空氣排完之後 他才可以進去做縫合 變化就吸氣 對 然後他直接抽出來 他抽完之後就馬上捏住 快點要封起來 對 你不是兩邊 那你踢兩個桶 沒有 可以左右兩邊桶 我國二一個熊 然後國三一個熊 我不是椅子 後來沒有開刀嗎 後來有開刀嗎 兩邊都開過 對 像這種的 兩次都發生過的 基本上我們會強烈性的手術 我們放這個 只是把它氣抽掉 那裡面 不正常的肺泡的漏氣 那個不正常的肺泡 可能還在 那你要做什麼樣的手術 豐胸手術 對 因為我現在這邊有發 然後我每次穿泳衣 人家要說 你去融入我 對啊 那天也太小了 好冤枉 對 會被冤枉對不對 會被冤枉 還好小 不然就不被冤枉 真的嗎 真的 我聽到前面好痛 因為我本身是超怕痛 然後 因為我自己有那個 就是我嘴巴會打不開 然後就是 對 就是大概之前一個月 會發生過一次 嘴巴打不開 我吃東西都需要剪得很小 然後把東西就是用塞的塞到嘴 所以妳是偶爾會發作就對了 對 偶爾會發作 然後就發作之後 通常都是大概兩三天 它自己又會好了 但是有一次很嚴重 就是大概我拖了兩個禮拜 想說奇怪 我怎麼嘴巴還打不開 我想說是不是就是有點嚴重 因為就是兩個禮拜 我真的沒有辦法吃東西 就是一直要就是 就是我連手指都塞不進去的 那種大小 這麼嚴重 對 然後就是東西 只能很小就塞進去 然後我想說不行 然後我想說隔天 我就立馬去早上的門診 看醫生這樣子 然後醫生看到我 他就說 你這個拖得有點久 你怎麼現在才來看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那我要幫你打鹽水 然後我想說打鹽水應該 是不是在我嘴巴裡 就是束束口還是怎麼樣之類就好 然後躺上去 然後醫生就說 來 我要來幫你打鹽水 然後一支超粗的那種鋼針 不是一般打針的針 是那種鋼針的那一種 他說我這一支 要幫你打到你臉上關節的地方 然後那個針真的超級粗的 然後我就說 你確定這一支要打到我的臉的 這個關節這邊 他說對 因為你的裡面就是要 有些潤滑 所以我必須要打進去 然後我說你不用麻醉嗎 他說不用 那怎麼打鹽水應該打玻尿酸 沒有 不行 他就只能打鹽水 對 就是灌鹽水在我這邊 左邊這邊 對 然後它就直接插進去 然後我就 就想叫 但又不敢一直亂動 然後因為整間就是都在看我 就一直這樣子 然後我也很怕叫 但那個針會戳到其他地方 然後總算 是愛美 又讓它安靜 對 然後總算終於打完了 打完我想說應該沒有 好了 我就一邊左邊而已 對 左邊打不開 我想說應該OK了 然後結果醫生說 沒有 還沒好 他說來 你嘴巴是不是現在 稍微可以動 他就這樣子給我頭這樣拿著 這樣嘴巴這樣啪啪 上下這樣左右喬動 超級痛 然後他一臉就是臉 臉上超級溫度說 沒事 然後我說 好像真的已經可以打開了這樣 他說你這樣是不是好一點 我說好像真的好一點點 因為他灌完那鹽水之後 然後幫我喬一喬之後 就真的我可以打開了 但打這一針之後 還有再復發嗎 那時候我現在大概可能 隔比較久 可能兩三個月 大概三四個月才會一次 還會有 偶爾會有 可能就是我沒有睡好 還是什麼 還是會有 這不很根治 這個好像沒有 不行 聽起來有自體免疫疾病嗎 像這種就是我們所謂的 沾黏性關節炎 它的關節本來一個在滑囊裡面 應該是活動很好的 可是它因為某些疾病裡面 發炎之後它就會沾黏 沾黏的關節它會變窄 而且變得很緊 你打不開 所以剛剛瓜哥講說 打玻尿症 打玻尿症比較好的 讓它關節檔會撐開之後 讓人家潤滑 可是當你打的量很多的時候 那種比較醜 所以只要打 用生理時間水 它把它關節檔給撐開 對 它就會有點潤滑 而且它如果是要 如果它的沾黏性關節 原因如果它是沒辦法跟著 它一段時間就會發作的話 你一段時間打玻尿症 那個加起來這個費用 是很可觀的 因為像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大概30歲左右 然後他就是高高壯壯的 然後很愛打球 結果突然有一天 然後發現為什麼它的膝蓋 想說它也還沒老 為什麼膝蓋就又腫又痛 就是有一點腫脹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們另外一個 醫生朋友就跟他講說 你可能是 膝關節裡面就是有積水 他說改天來診所抽一下 去找他抽膝蓋積水的時候 我們那個朋友跟他講說 我等一下會把這個針 就是插到你的膝關節裡面 然後整隻會插進去 然後他當下就覺得 嚇到不敢說話 我有帶影片 哇... 等一下... 我超怕打開 好恐怖 直接插掉 對 就整隻針頭 然後插進去膝蓋裡面 但是我跟你講這個針我打過 這... PRB的時候也是 對 就整隻插進去 你看他膝關節真的... 對 所以他抽了大概一隻腳 大概有抽了將近快三罐吧 我的天啊 針還放在裡面這樣嗎 再抽 再抽 因為還沒有抽完 不用反覆出戳針 對 然後他這樣子就是... 就抽完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他高高壯壯了 然後就問他 還好嗎 他說 還好啊 然後我看他的眼睛 都已經滿累了 然後就是很好 然後反正他兩隻都這樣子抽 那抽完之後呢 就是醫生有幫他打 雞血一點點肋骨 唇稍微治療一下 他就覺得抽完水 又好像好一點 然後隔天他又繼續去打球 結果他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又積水了 又腫了 抽完又要再抽 對 再去抽那個膝蓋的肌水 所以這個抽完應該要休息對不對 對 應該要休息 然後讓他復原 然後他抽完之後 他那一次之後 他就說好了 他不要再打球 而且他要積極減重 因為這樣才... 他才不會讓他的膝蓋繼續負擔 就跟那兩三年前 我就打得必要 你就認真了 對 那我是這個找骨科醫師嘛 結果一看 坐在那邊看他彎起來 突然哪那麼正 我就... 不能退啊 不可以撈腿 我告訴你 你打完根本站不起來 你會覺得完蛋了 明天要錄影怎麼辦 他說有沒有怎麼樣 還好... 走去開車都... 不是 骨頭不太適應 剛剛就全充不進去 但是要休息一晚上 就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說像痔瘡這個疾病 可能多少大家有經歷過 然後大部分的狀況下 它腫起來都是軟的 可是懷孕中的媽媽 這個痔瘡來 會跟一般人比較不一樣 因為牠們腹壓比較大 你肚子裡有寶寶 而骨盆江血流很多 所以有時候會整塊硬得像石頭 有時候會真的腫到 像一個鞍唇蛋一樣大 像我們之前 就碰到有個三十幾歲的那個 懷孕大概七個月到八個月左右的媽媽 她來到我們診的時候 就是整個肛門那地方 那個痔瘡 腫得像一個蛋蛋一樣大 然後裡面都是硬的血栓 這種全部都是血塊的這種痔瘡 會痛到你晚上都不能睡覺 平常她也不太能走路 那坐當然就不能坐 那你碰到她的時候 她會全身發抖 那因為孕婦很多藥都不能夠用 然後也沒辦法說 用麻醉的方式下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我們就拿個刀 不管是尖刀 或者是比較粗的那個枕頭 把它劃開來 然後把裡面的血塊全部都擠出來 有時候那擠出來的那個量 會很像一支小水智一樣 在我們那個沙補上面 但擠的那個過程就真的很 真的很刺激 所以那個媽媽就到我的門診來 然後你連碰到她都很痛 我就先跟她解釋說 劃開來之後 擠的那個瞬間真的會很痛 那擠完之後你馬上就好了 而且你就真的會舒服 那你可以舒服 她說可以舒服多久 我說看看能不能舒服到你 鬆了 我們撐撐看 所以那天我們就請媽媽側躺 我就拿了一個 就是比較大的那個針頭 就把它劃開來 然後擠出來那瞬間 媽媽就尖叫了 外面整間的人以為 媽媽在我整間裡生嗎 她是孕婦的 然後以後媽媽瞬間就好了 那好了以後 就是因為腹壓還是大的 寶寶還沒有出生 所以她 每個禮拜都來這麼一次 所以後來她就這樣 每個禮拜來看我 最後這個媽媽好可憐 她的結局是 在非常非常接近育產期的時候 她就先 就這次就沒有來找我 她直接去婦產科的門診 跟醫生說她要催生 就是希望她催生完畢之後 我們能夠在催生完 就把這個刀開掉 對 好好的弄她的 對 所以有痔瘡的話 應該在懷孕前就先處理掉 我們會看 如果她這個痔瘡完全不痛不癢 平常都沒有症狀 就只是突突在那邊的話 那就等到生完之後我們再看 到底會不會有症狀 那可能她懷孕之後 她就變很劇烈了 有可能會 有時候會賭錯 但是其實那個活躍度 是看你孕前 平常生活的時候 它有沒有症狀 如果你在懷孕前 這個痔瘡就已經常常會腫而不舒服 大概懷孕中的那個十個月 就會搞你十個月 那時候我們不能做什麼 就只能做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先處理又擔心 十個月寶寶這樣壓 壓了十個月之後 你以後又要處理 那前面感覺好像白做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女生先不要逃避問題要處理 因為將來 真的 舒服也是你 這樣是不是 治療其實還要看個性 你以為痔瘡只有開刀不舒服嗎 錯了 痔瘡後面還有其他的故事 我現在講 在哪裡 因為30歲的一個男性 他本來個性就是 比較容易緊張型這樣 前面來諮詢開刀什麼 因為他其實 痔瘡已經四度的都會一直流血 那本來就應該要開刀 那反正就考慮很久 然後甚至在裡面在麻醉 脊椎麻醉的時候 也是跟人家問了一大堆問題 很緊張就對了 好 這個就是無論如何 就是開完 開完之後回門診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他開完痔瘡之後 他大便都變得好戲好戲 怎麼辦 實際上你知道嗎 有的人他其實開完 這種痔瘡手術之後 他其實每次要大便的時候 他心理障礙 他會去縮屁股 他不敢放鬆 所以第一個他縮屁股的時候 他這個旁邊就會容易 拔很軟縮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會心理恐懼 不敢去大便 即便我們給他開了很多軟便劑 他還是會去憋 盡量不要去就不要去 那這會造成什麼 造成就是說 這個糞便在直腸那邊 越縮越乾 就會變一個硬的大便這樣 脆痛 對 所以就會更不舒服 那但是因為這個東西 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就只能 回門診的時候 邊跟他講 因為那時候一般我們開比較完整的 一個 痔瘡根除手術的時候 是內外痣都會處理 血管也會處理 這時候屁股裡面是有傷口 不能動不動就探進去 那我那時候就心裡就有底 反正這個病人也是 好好的安撫他 給他軟便劑 給他止痛 要先度過前三個禮拜再說 第三個禮拜 遇到這種類型的病人 醫生就要治療過程 超殘酷就要出現 因為他會一直去憋一直會憋 那這個因為八痕組織 一般如果你給他撐太久 比如撐兩三個月 他以後真的肛門就會很緊 你就會出問題 那一般來講 大概差不多三個禮拜的時候 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就是說真的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手指探進去 然後把他所有 軟縮的地方 用手指把他挖開這樣 全部給他挖開 但是因為這個人非常非常緊張 那我當然沒有跟他講 我說你好 我今天要幫你檢查 我要幫你要做一個治療 今天我們療程到一個階段 我要好好的幫你做一個檢查 然後會有點不舒服 你要忍耐這樣子 我的天啊 然後結果後來 當他姿勢都準備好了 那我一定要用 遜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就縮進去 所以你就拉進去的時候 你就發現一個人在剪夾 一個大人先抓著那個床單 然後在那邊咬一下 對 他跟我說好 你乖喔 你乖他 這個醫生好 你趕快出來這樣 但是我還是要在裡面停一段時間 因為總之要把它弄開就對了 他還說 你不是說好了嗎 你還在那邊弄來弄去 我說對對對 再忍耐 對 那後來弄完之後呢 然後他就躺在那邊 沒辦法動大概十分鐘 他嚇到了 當然一直哭嘛 你要哭 他嚇到你哭喔 但是這個真的是有必要的 這個有必要 因為不然的話 他以後真的會一輩子 疤很軟縮 會出大問題 其實這個燙完之後就沒事了 是 疤痕是沒有 心裡有傷喔 一定瘋痕 然後但是我真的有遇他 因為他說你下個禮拜後 要再回來這樣 但是後來下個禮拜後 這樣就回來了 可是後來呢 你知道這種人其實他後面 他得到好的結果 還是會心存感恩 他去隔壁掛身心科 對 他後來又帶他另外一個家人 來看我也是看痔瘡的問題 那我就問他後來那一次 你怎麼沒回來 他就直接說你那一次對我 為什麼要回來 那次對我這樣 那我說你又帶家人來找我看病 他說我後來是恢復得還不錯 後來大便就順了這樣 擴葉級別看小小一塊 看不起來折磨的一身 我跟妳講 剛剛馨宇有講說 那個底下長那個 毛囊炎的部分 那其實在擠這些化農的組織的話 我們建議還是要 交給專業的來 因為有時候會出問題 那我要分享個案就是這樣 他是一個 二十歲的一個年輕女生 那來的時候就是 一拐一拐的這樣子走進來 很奇怪 我就問他說有什麼樣的問題 他說 我心裡想說長一個農包可以多厲害 我說沒關係 那我來幫你看一下 結果就脫掉褲子內疹 你看真的嚇了我一跳 兩個拳頭這樣抱在一起這麼大 就總在外陰部的部分 所以你這怎麼弄得這樣子多久了 他說大概兩個禮拜了 第一個禮拜的時候 好像是被蟲咬了 還怎麼樣 只有一個小紅包 那他就是稍微癢 所以去摳到這樣子 就摳到之後就開始變大 剛開始先變成一個拇指大 他想說去外面藥局 買藥來擦 買藥來吃 就吃了之後還是沒有用 就越腫越大 現在變成腫得像這樣 兩個拳頭抱在一起這麼大 你是要緊這麼大 痛到快沒有辦法走路 所以就是走路一拐一拐這樣子 他說黎醫師這個要怎麼辦 我說沒有怎麼辦 就是把這個化開來 把農引流出來 他說化開來 是不是應該要打麻醉 我說你這個農包這麼薄 我打下去也是打到農裡面 沒有地方可以打 那個皮已經很薄了 我說就是這樣 一招劃下去就好了 我會跟你講什麼時候要畫 我先幫你消毒 我會跟你講 所以就是先幫他消毒完之後 我就首先固定在那邊 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要準備畫刀了 就是不該講這句話 講這句話之後 他就在那邊扭扭扭的時候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可是因為我手固定在那 結果那個農包就炸掉了 就炸掉了這樣子 然後當場病人尖叫 我也尖叫了 護理師尖叫 三個人都在尖叫 像不像那個甜點 擠進去從尾巴露出來 對 然後那個農就真的是 也撒到我身上 也撒到旁邊護理師身上 我的天啊 整個整間都是 臭的那個農這樣子 然後病人還很生氣說 黎醫師 你怎麼 那麼用力畫下去 我說我根本還沒畫 自己破開了這樣子 然後我也很無奈 那後來的話 就是幫他做細菌培養 結果他的話 他那個農包裡面 就長了兩種菌 一個叫克雷伯氏菌 一個叫大腸桿菌 可是一般健康的人 其實很少會這樣子 這麼嚴重的感染 所以我就幫他 驗了一個血糖 結果發現他雖然年紀輕輕 才二十幾歲 他的血糖已經有過高的狀況 所以他就是有像 糖藥病這樣子的體質 導致免疫力變差 所以才這麼嚴重 這樣的一個農包 所以我跟他講說 你這樣的體質 你就是要 過好血糖的部分 而且將來如果有小農包的時候 就不要自己處理 就要直接來看 我要替醫師們講講話 有時候我們不是 要故意傷害病人 尤其是他們的心理 我們以前有一個原則是 Do No How 不傷害原則 那有時候是必要之二 那在我們泌尿科 有一個術士叫做 砍鈍性包皮 有一個三歲的小朋友 那我要澄清一下 包皮不是包皮過長一定要割 不是每個小朋友 包皮過長一定要割 那除非他有發炎 包皮龜頭炎這樣才要割 那有一個三歲的小朋友 媽媽帶來診間 那給我看 他就說他包皮過長 那他的同學 因為包皮龜頭炎 所以割包皮 所以他問我要不要割 那我就看他包皮過長 但是沒有發炎現象 所以我說這個不用割 我給你開點類固醇 因為在三歲的時候 皮膚在類固醇的催化之下 還有機會變軟 還有機會可以慢慢剝出來 我說那你每天回去 媽媽就幫他洗澡 這樣子剝... 慢慢看龜頭可不可以露出來 好 一個禮拜以後 媽媽就說沒有什麼效果 那我就說好 那我來試試 結果我才剝尿到口露出來 就尿尿那個洞露出來以後 弟弟就尖叫了 我就說那差不多就這樣子 那他現在也可以尿得很順暢 那我們就回去繼續努力 然後淚固醇吐 好 繼續努力 一個月後媽媽來了 還說也進步不多 才只能再推開一點點 媽媽就堅持說不行 這個萬一像他同學一樣 得到那個包皮龜頭炎 就不好了 我就說那不然你要割包皮嗎 割包皮的話 三歲小孩是要麻醉的 全身麻醉 那三歲小孩全身麻醉 一定有他的風險在 那媽媽就說不願意 你不願意冒這樣子的風險 那我說那你就繼續撥 慢慢撥 那媽媽也不願意 他就要求說 我一定要 現在馬上把它弄好 避免它發炎 那我就說好吧 因為我不喜歡做這個術室 因為這個術室真的很痛苦 那我就說那好 媽媽抓手 爸爸抓腳 然後我就再跟家長確定一次 你們確定要這樣做嗎 我們就這樣子 確定 好 可以吧 那玩意兒就是這樣 砰 拉下來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砍鈍性包筋 就是它不但包皮過長 而且它前面黏得很緊 那你在硬撕裂的情況之下 很可能會皮扒掉一層 造成撕裂傷 當場龜頭跟包皮分離的過程 很可能腳皮會出血 好痛喔 好痛喔 他有父母堅持 然後我就只好這樣做 一二三 啪 拉下去 果然就整個環一圈 都開始破皮出血 弟弟叫著整個枕間外面 全部都聽到 李唯裡面發生什麼慘案 然後那當然就撥開了 就幫他把裡面清理乾淨 趕快優點消毒 包紮傷口等等 我永遠記得那個弟弟 那個怨恨的 弟弟 討厭你 超恨 他真的超恨我 應該跟陳醫師的病人眼神一樣 對 他超恨我 然後我就說那一個禮拜以後 再來複製 拍過來枕間還是因為 超恨 所以我到現在印象很深刻 真的造成他一輩子心靈上的創傷 你剛剛講那麼長的名字 只是在講一樣話 坎頓性包巾 坎頓性就是包皮推不開 坎頓性包皮 徒手用手 整腹 這是徒手嗎 包皮的意思 徒手的 好痛喔 好厲害 來 看下面 真的好可怕 不是我放死 是口腹之欲真的好難控制 是的 那其實女生的部分的話 都很在意身材 那有些不得已要使用藥物的部分 大家都會問說 這個藥物的副作用 有沒有導致肥胖這樣子 那過去我就有一個是 30歲的一個年輕女性 那她因為在外院診斷 巧克力囊腫 其實也不是很大 大概5公分 那外面就跟她說 需要開刀把巧克力囊腫拿掉 但她不想開 因為還很年輕 想說有沒有別的方式 所以來我的診間問 那我跟她講說 現在巧克力囊腫的部分 可以吃藥物來控制 那吃藥物9個月的時候 巧克力囊腫大概可以縮小 70% 只剩下30% 所以像她5公分的話 可能縮小只剩2公分這樣子 我就說 你要嘗試這個藥物試試看 她說好 我來試試看 那個藥物是用吃的還是打的 我說用吃的 每天吃一顆 她說好像也不會很困難 那這個藥有什麼副作用 我說這個主要的副作用的話 第一個是會讓月經滴滴答答 稍微不太規則 第二個的話是大約有 兩到三成的人會有頭暈 那大約有2%的人 會有變胖這樣子的狀況 聽到變胖 馬上耳朵就豎起來 就說會有變胖這樣子 我說有可能 但是大概2% 機會不是很高 她說她有一點擔心 不過還是想試試看這樣的藥物 那我就幫她說 那不然我們就先試一個月 看看有沒有副作用 結果一個月後回來 奇怪 這個人認不太出來 就是真的變滿胖的 然後後來看名字才發現 我上個月有開這個藥給她 我說回去吃的話 藥物效果怎麼樣 她就一臉皺眉 然後說黎醫師 你給我開這個藥很差 那個副作用在我身上全部都有 我說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她說我只吃了兩個禮拜 就胖了5公斤 我說不可能這個藥物變胖 也沒有到這麼厲害 才吃兩個禮拜 可以胖5公斤這樣的狀況 這麼恐怖 那如果是這種藥物 造成的變胖的話 通常我們提藥的時候 她的體重會恢復 我說既然你覺得是藥物的狀況 而且你才吃兩個禮拜 那現在你就把藥物都停了 下個月我們再回來看看 看體重有沒有恢復 或者是至少降低一點這樣子 那後來下個月再回來的時候 我說那體重現在狀況怎麼樣 我說 又胖了2公斤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 那就不是藥物的作用 你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她說她也不知道 她就覺得吃了這個藥 好像之前吃這個藥的時候 就口育 口腹之慾 就是那個食慾增加的很厲害 就一直想吃 一直想吃 現在停掉了藥 還是要一直吃 一直吃這樣的狀況 她也不知道到底怎麼樣 怎麼回事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她講說 你這不是藥物的關係 其實是因為你現在就是 食慾整個上升 那食慾上升其實有很多的狀況 後來我跟她分析的話 她可能是因為得到這個疾病之後 她一直很擔心要手術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再加上 她又擔心吃藥的一個副作用 所以壓力大的狀況下 她就一直想要吃東西 來排解壓力 所以後來的話 我也請她去身心科 稍微去諮詢一下這樣子 那後來諮詢了過後 然後我跟她講 這個藥物的一個使用上面 我就換成別種藥物 那這次就沒有跟她講說 會有變胖的一個情形 那那種藥不會變胖 我就說 用不會變胖的針劑 幫你做治療 結果後來真的藥物這樣子治療之後 它的巧克力囊腫也消了 體重也稍微回去了 她整個治療的過程胖了8公斤 但後來又再減了5公斤回來 所以有的時候不是藥物的作用 其實是個人一些心理的因素造成的 對 我覺得真的講到吃 就是女生要做事口不知 這個真的是太難了 因為我們高興也要吃 難過也要吃 有事沒事都要吃 真的 而且現在天氣又開始逐漸變冷的時候 就是吃鍋的 也是要吃 對啊 而且鍋裡面就是要放什麼油條 麻辣鍋這些有的沒有反應 就是吃完你會覺得很開心的食物 然後我就是太開心了 然後就吃吃吃吃 然後有一天我就要穿一條牛仔褲 我穿上去的時候就發現我 拉到大腿拉不上去 我想說我人生也太悲慘了吧 怎麼可能這一切一定都是幻象 為什麼 我沒有接受這事實 但我就去量了體重 我胖了2公斤 而且我很清楚的 只要我2公斤就是胖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的大腿 肚子很容易 對 肚子的地方 但因為我真的從來沒有這樣過 然後我當下就是 有點失去了我人生的方向 然後我就趕快就跟我朋友 就是素苦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說 來來來 你出來 我們又去喝了下午茶 我們吃 我們一定要先吃一點 對 然後他就說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你真的不用想太多 因為其實女生跟女生 接著還是會有互相交流一些 厲害的東西 他就跟我分享了這個 紅色大膠囊 他拿出來的時候想說 這麼大一顆 好可愛 對 它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的盒子打開就像這樣 然後裡面就有膠囊 就這樣放在裡面 它的顏色是這種粉粉嫩嫩 就是女生會喜歡 跟外面長很可愛 長什麼樣的 沒有 顏色就很粉嫩這樣子 好可愛 它的包裝盒 然後跟包裝就長這樣 是不是很厲害 而且它裡面是有橫黃果 就是你知道韓國的藝人 他們不是體態都維持得很好 就是每個都是那種S型的線條 它就是韓國人專門拿來 就是控制體態 所以這藤黃果的這個萃取物 而且你知道 它是跟韓國的大廠合作的 所以它其實是取得 它特殊的配方之後 是在台灣生產的 對 所以我是在台灣買到的 然後它這個配方裡面 還有那個BCAA的胺基酸 為什麼要有這個胺基酸 就是因為你知道 我們其實年紀到了一個程度之後 你的代謝一定會下降 會胖的原因就是因為 對 我們吃的東西 都沒有代謝出去 所以它就好像你運動的時候 是不是要先熱身 所以你吃了這個紅色大膠囊之後 它就會好像幫你 把那個開關給打開 所以你就會開啟 你身體代謝的開關 幫你就是守護你的身形 而且這個紅色大膠囊 還有一個好朋友 綠色大膠囊 對 我看紅色是餐前 一個紅的 一個一個餐後 對 因為你知道這個紅色 它本來就是身體維持代謝的 一個狀態 所以它這個綠色的 它裡面就是有 所以它是可以幫助消化的 所以就是紅加綠 讓你有健康的體態 對 因為其實像現在 大家其實這種壓力型肥胖 或者是忍不住的 就是去大家約約聚餐 下午茶就會有小確幸 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其實產生的肥胖 真的是越來越多 因為像我有在整間遇到的案例 就是她剛進電視台工作 然後是很年輕的妹妹 她也沒有時間去吃飯 她就是準備那種很健康的 然後就放在她抽屜 所以她只要餓的時候 她就吃那個蘇打餅乾 然後其實除此之外 她會準備這蘇打餅乾 不想吃飯 也是因為 另外她上面的小主管 就是也是壓力很大 然後就是每次下班之後 都會找她就是要去那個 譬如說便利超商 坐著聊一下天 然後喝個啤酒 然後她也不能說不 所以她一定都是要陪她這個小主管 就是每天就是要喝一點酒 也因為這樣 所以她就是變得就是 其實吃得很少 但是她的那個蘇打餅乾 她一天可能會吃到兩到三包 可是大家知道蘇打餅乾 雖然現在有那一種 就是全賣的 或是任何的 其他健康素材在裡面 可是其實她的 含油跟含糖料其實都很高 其實大概12片 就是一碗飯的熱量了 所以不小心 你知道你看一包兩包吃 其實那熱量是很可怕的 那她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她才半年的時間 她就胖了12公斤 對 所以其實像這種就是 你會沒有辦法就是排解掉 那你會一直吃 那其實像剛施加的這種現象 其實它就補充像這樣的一個 輔助食品 就是譬如說裡頭有那個 那藤黃果功能是什麼 它第一個 可以幫助我們過多的那種 碳水化合物形成脂肪的路徑 它會稍微把它抑制掉 所以你不會變成所有的東西 通通變成脂肪去儲存 那第二個就是 你有時候會吃東西不是真的餓 你就是想吃 就是那個慾望 那其實這個藤黃果 它可以幫助我們合成 我們所謂的血清素 那這個血清素在我們人體裡面 它就是可以幫我們 抑制一點食慾 所以就會好好的幫助 我們那些口腹之慾 那我們第一個先減少 進來的東西之後 再來就是要增加身體 原本的代謝 其實我們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人體裡面的一些脂肪的 一些比例其實會變高 當脂肪比例變高的時候 我們 所以這時候裡面有 我們剛剛有提到那個 就BCAA 合成我們的肌肉量 所以當我們人體的肌肉量 就是你把它提升了 那當然我們 所以你把它控管進來的東西 然後再增加自己的代謝 其實我們的體它要控制好 就會比較簡單 而且現在冬天到了 大家有什麼 薑母鴨 好辣鍋 招酒雞 羊肉爐 這是好像必吃的 必吃的 但是老人家要注意天氣的溫差變化 現在要多看 有時候一天 兩天差幾度 就八 九度 所以要注意到自己 照顧老人家身體健康 對 同時吃的時候也要注意到分量 謝謝大家 謝謝 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